神已经说话 我们是否在听 读经诗篇115篇1-11节 耶和华 荣耀不要归与我们 不要归与我们 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 为何用爱帮人说 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 都随自己的意子行事 他们的偶像是金的 银的 是人手所做的 有口却不能言 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 有鼻却不能闻 有手却不能摸 有脚却不能走 有喉咙也不能出声 做他的要和他一样 犯靠他的也要如此 以色列啊 你要依靠耶和华 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 亚伦家啊 你们要依靠耶和华 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 你们经威耶和华的 要依靠耶和华 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 基督教有什么特质呢 使他有别于和胜于其他宗教 我们可以轻易列出不少他优胜之处 但其中一个最大的分别 就是我们的神会向人说话 他不单止在过去说话 至今仍然一直说话 我们是不是忘记了这个重大的真理呢 神采用了几个方式来向人启示他自己 他没必要这样做 但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 他说我要向人启示自己 这样他们就可以回应我 神怎样启示他自己 神怎样向人说话呢 神采用的其中一个方式 就是藉着自然界向人启示他自己 万物的存在清楚 显示背后有一位全知全能的造物主 自然界的一切 不住向人大声述说神的存在 不过自然界的启示他是有很多不足之处 因此神进一步透过他的话语 圣经和他的义址 耶稣基督来向人启示他自己 自然界不喜欢完全启示神 神就借着他完美无瑕的义址来启示他自己 基督降世不单止为我们受死 更加是要将父神显明出来 之后基督可以说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用人福音十四章第九节 你想知道神是怎样的吗 只要誓看神的以子耶稣基督的一生言行 就可以知道神的慈爱 恩典和能力 圣经就是神的话语 我们可以透过他来认识基督的一生 你可以随时来读神的话语 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取代 每日读经所带来的好处 没错 我们的神已经向我们说话 他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们有没有聆听他呢 他正在等候我们的回应 他今天听到你的回应没有呢 他也不肯定是什么 好 看着我们的频道